就是剛剛最新消息 台灣季有可能會不辦 有可能會在六月 請大家敬請期待 加油加油加油 歡迎來到 哎呀 我們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月季開場 你幹嘛叫叫啊 好不要剪就這個 不要剪 歡迎來到 香港news 哇 今天是非常快結束的一個一集啊 不能太快我跟不上 沒關係我們用剪的 用剪的 好的 第一個活動就是 我們的週末喔 上次有來 沒錯在什麼時候 在4月14號禮拜四 吃配雨跟麵 就是那個news跟週末 一起試一試 在那個是mini 安爸喔 你看 師母與跟麵 你看和news和週末 要大家一起 來共襄盛舉的一個活動啊 那個師母啊 就很洪洪洪的 我心來輸沒人這個師母 喔我相信你也有 沒錯 但是很潮啊 剛剛小黃老師說那個安爸 是不是在什麼旅館下面 不是就在那個 西門町的那個成品的樓上 那邊有一家旅館 然後跟這個是一起的叫做這個安爸 你有去過 有有有 我有去那邊看過這個 很多的表演 好的 我是說旅館 沒有 那個旅館有點貴 有點貴 好下一位 接下來 是同一天 4月14號禮拜四 2022 DSPS 夢的通道 展覽演唱會在 The War 夢的通道 算是一個 通往夢的道路啊 沒錯我剛剛想說什麼叫做展覽演唱會 然後看了一下那個 Indie Fox 上面的資訊 寫說 就是上次我們不是有訪過一個叫 Semi的團隊嗎 就是去拍人家房間的那個企劃 這個 這個組織 這次就是跟 Semi 一起合作的這個展覽演唱會喔 然後會有一些裝置藝術啊 有一些藝術家就是 一起做 做這個 就是SemiSemiInnerHouse InnerHouse SemiSemi 你很瘋耶 沒錯 因為今天是個快節奏 相信這樣講大家就知道 沒錯 相信 音樂 好 再來是隔一天 4月15號禮拜五 講的就是你 慵懶計畫 Gay By 巡迴演出 台北廠跟 慣性成癮 還有 魚條在 小地方展影中間 哇 魚條 魚條算是我們的好朋友 算是這個 美修集團的製作人 的一個 這個自己的一個 這個樂團啦 它很多團耶 呃 對 沒錯 很期待喔 Gay By 而且他講的就是你 對啊 講的就是你 Gay By 不知道他是講你慵懶 還是講你Gay By Gay By 可能是講你Gay By 教我慵懶 4月15號禮拜五 Common Pick 有 韓口一眾 米爾特跟老步槍 在派合 哇 又是在派合啊 對啊 為什麼派合這麼熱鬧呢 對啊 而且你看 韓口一眾和老步槍 我們大家都是十分熟悉的一個樂團 那米爾特呢 他的英文叫做Mute 就是融化的意思 融化了 沒錯 那他是上什麼的 感覺很熱 感覺很熱 為什麼是熱 搞不好是冰的 冰 它不會融化 冰會融化啊 還是你在說 因為它變熱所以它融化 太爛了啦 太爛了啦 有沒有這個 米爾特是一個新的金屬團 對 心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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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好 接下來 4月16號 禮拜六 眠慶 Nine Night EP One Release Tour 台北朝 跟Wednesday 與壞托樂團 還有體熊專科在 小地方展現同 今天 哇 體熊專科這個 用來賣票很奸詐耶 對啊 本來就是一個 大禮包概念 對啊 很好 4月16號 麵包與玫瑰 在派合 哇 那個禮拜六 麵包與玫瑰 你知道麵包與玫瑰是什麼嗎 不知道 Bonse Roses 我記得那個是有參加這個一些這個董事長樂團的人們 還有加一些這個老樂手們一起組成的叫做麵包與玫瑰耶 所以他們真的裡面有人是董事長嗎 的確 喔 真的喔 哈哈哈哈 大部分 大部分 然後要是這樣 所以他們 關鍵是 什麼 他們是一個cover man 沒錯 都會cover槍與玫瑰嗎 對嘛 因為麵包與玫瑰 他在講說這個在愛情與麵包之間 你要選擇哪一個呢 Bonse Roses 你會怎麼選 我選擇槍 嗯 哈哈哈 欸 我也會選槍 對啊 接下來 4月17號禮拜天 夢遊者國度 和首章專輯 搶廳場 有 丁家慧 趙廣捷 曹策勳 和 達到三明治 在 荷安留言西門紅樓展演館 哇 這次台灣記 達到三明治沒有演到 沒錯 他們本來都會去嗎 他們禮拜天的 他們是禮拜天的 喔 他們是禮拜天的 所以這個打倒三明治 這次沒有演到 你們如果想要看打倒三明治的 可以在4月17號的時候 到達這個夢遊者國度 歐漢 首章專輯 搶廳場裡面 看打倒三明治 對 而且有 金家慧跟趙廣捷 趙廣捷就是那個叫做 Blueburn裡面的主唱啊 對啊 就是兩個正妹 還有打倒三明治 還有一個 曹特勳先生 神秘人物 他是誰呢 自己去看看 接下來 接下來 新歌的環節 你看這個節奏很棒 我覺得這個節奏超棒 哈哈哈哈 沒錯光頭Yellow 這一次要帶我們到哪裡去呢 我剛剛點開那個MV 他就是開著他的帥帥車 奔馳在很寬闊的道路 然後就是用那個 齊柏林的拍攝方式 就是他很小 蛤 你是說齊柏林飛船的拍攝方式嗎 還是齊柏林飛機的拍攝方式 齊柏林飛機 對啊 他是在天上排的 夭壽 而且我就覺得這首歌好像在哪裡聽過的感覺 哦 可能是 你深遠的記憶裡面就有遠行的記憶 也許是這樣 超不好聽 請大家去聽 沒錯光頭黃軒品質保證 我妹也把我跟你說再見 再來是共曹生的出來乍到 哇共曹生 你說他們貝斯手是誰 是Cold Dube的貝斯手 哇他彈得很好耶 很敬佩他就是 這麼小年紀就有這個美學 希望就是共曹生也是可以一樣蒸蒸路上 對啊那個共曹生這三個字 聽起來每一個字都很客家 對啊但是他們是唱台語的 沒錯 對而且我剛剛想說 來看一下共曹生的自我介紹好了 就是去那個臉書粉專查一下共曹生 但是查到了好像是什麼行銷企劃 他們沒有臉書 但是很IG囉 他們沒有臉書 對沒有臉書 哈哈哈哈 接下來下一個 接下來小黃的好朋友 倒車入庫的惡魔 他們不是你的好朋友啊 是啊是啊 可是可是你 沒有沒有沒有 倒車入庫這個也是非常棒的一個團體 他們的主唱也是跟黃軒一樣是原住民 李鳳你聽這個名字不像原住民對不對 可是他是原住民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好像有點有機可群啊 就是跟一般人的名字什麼黃俊泥這種 就不太一樣 哈哈哈哈 對啊對不對 很特別的名字 姓李的 對姓李 喔姓李的 他姓馬耀 哈哈哈 喔你說他有真的名字 對他叫做 李鳳馬耀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好帥的 我最愛的最喜歡的 是姓李的 我 接下來是小黃很喜歡的西村村愛祖 帶來的新歌 壞男孩 南方的男 哇是那個 Daw Sauce Boys 那個Daw是下面的Daw 感覺起來是很Daw的Daw 是那個Emo的Daw 其實他們一點都不Emo 一個輸的油頭的帥哥 和另外一個綁的雷鬼頭的帥哥 兩個人一起不停的在台上 讓你看看壞男孩到底是什麼樣子 哈哈哈哈 接下來就是特別的事情喔 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 中獎啦 太棒了 我們的國寶大象體操 哈哈哈哈 我是這麼覺得的 應該是吧可以說吧 可以說是一個活寶 國寶 可以說 大象體操呢 要去布基ROCK啦 哇 要去布基漁港的布基ROCK了 對啊 居然還對 對啊 我只能說對啊 給你面子 好 然後希望那個 未來疫情都可以趨緩 然後大家就可以去日本看大象體操了 一定很爽 沒錯 你會非常的累 因為這個大象體操 肯定是可以排在那個 比較山上的地方 因為他的這個音樂適合在這個山林之中 慢慢的欣賞他貝斯的律動 嗯 你有去過FUJIROCK嗎 當然沒有因為太累了 我太累了 而且太貴了 這樣太貴了 喔也是一個狂賀 狂賀 我們的 台灣之光 這次葛萊梅獎的最佳莊珍獎 是由我們的董事長樂團和第二代馬來銀唱團隊合作的發格浪專輯喔 是由 有一個余杰 還有另外一個 男生 對那個男的 然後和余杰一起 兩個字比較好記 李正漢和余威 恭喜李正漢 不是余杰 是余威 好恭喜李正漢跟余威 得到了我們的葛萊梅獎最佳唱片包裝設計獎喔 太棒了 對啊 感覺起來非常有余威啊 好 大家一起就是支持台灣的音樂台灣的藝術 一起為台灣奮鬥的年輕人一起加油吧 謝謝大家 為他們喝彩 耶 恭喜你喝彩 萬歲 好啦講一下就是台灣記第三天就是有人染疫了 所以就取消了 我聽說的是他來買完周邊之後覺得身體不適 然後再自己回去休息然後再就醫的 所以其實好像是還好然後大家在現場 小黃老師也有在現場發放那個快篩試劑 大家試了 我們大家都試了 都是陰性喔 請大家不用擔心 沒錯 但是你們這個一開始測的陰性 你們必須要持續的追蹤 只要你稍微症狀馬上就再去測一下 對 因為他會有一些潛伏期 所以你發現你的猴頭癢癢的 發現越想越不對勁 你就這個去買個試劑 然後自己再試一下 這樣子的話這個會確保你這個 一直不停的是陰性 按個好好的陰性boy 好的陰性girls 陰性boy 請大家持續追蹤自己的健康狀況 沒錯 而且我有登上 屏東現場潘孟安的臉書 請大家去看 為什麼有 你不按讚 你可以在上面為 為我按讚 為什麼有 因為他發了一張照片 說這個有人在發放這個 試劑的時候 有我在 等一下 我看 我短短的發了半個小時 給我蹭到版面 真的是爽 好棒喔 你真的是在做善事欸 這個議題啊 不是每個人都能達成的啦 然後那個我們蝦缸去拍的蝦缸Treat 一週後就可以看到囉 大家敬請期待 好的以上就是本週的蝦缸News 拜拜 各位朋友 假如你們喜歡我們本週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爸爸媽媽 還有弟弟妹妹喔 而且不要忘記了 那個我們螢幕上面 右下角有個小鈴鐺 不要忘記開啟它 這樣你就可以 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See you